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为什么很多人在夏天更容易烦躁抑郁呢? 小满之后,天气更连热 人容易燥热,影响睡眠 不少人精神压力偏大 心情止速,自然也就急卷直下了 向大家分享一个疏通动作 每天疏通一下,这个区域就可以让你有个好心情 我们疏通的部位叫做淡宗穴 皇帝内经中提到淡宗者尘死之光,起乐出烟 意思是说淡宗穴是星包经的令官 人在凶闷抑郁的时候疏通这个穴位 可以驱散心中的郁闷之气 让心情变得愉悦 所以淡宗穴是人体的出气穴 调节各种不开心 我们来讲讲这个穴位 淡宗穴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女性可以先找到松剑突 前正中线往上量四横指 也就是约三寸处 这里就是 淡宗穴疏通的方法 这里分享两个 第一个用指腹点油穴位 先剩时针点油三分钟 再逆时针点油三分钟 点油的力度要适中 手法均匀游合 不要过多用力 长期心情郁闷的人 点油到这里可能会很痛 有些人点完还会起个小水泡 这个都是正常的提示你疏通到位了 郁闷之气正在排出 如果是起小水泡 等它自行吸收后再继续疏通 正常是每天早晚各点油一次 每次点油六分钟即可 第二个 双手合十 用大鱼剂这里 这样有节奏 超打半钟穴所在的区域 也是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每次敲打五分钟即可 半钟是星包的墓穴 星包精进气会聚于此 又是守太阳 守笑阳 竹太阴 竹笑阴的交会点 既主气 又主喜乐 在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 如果把这股 欲气 闷气都憋在心里 就会觉得心里堵得慌 难受 他会辅助你解开这个心结 好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